字幕提供 接著跟大家說 斗爺其中一個人生的願望 因為昨天看新聞 看見以前的無綫小花 離開了無綫之後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你進去做的時候他是不是在做? 他40歲 今年已經 沒有了 他在TVB做也可以很大年紀 那時候不是了 走了 然後是周嘉儀 然後進去投行 投行當然是發達 你配著老闆 你未必需要做炒家 但你做他那些市場推廣 卡卡那些都行 果然是行 然後昨天就公佈原來他做馬主 我不知道他是團隊馬 還是自己獨立名義 因為養一隻馬也不簡單 我們也提過你要做馬主 有很多重手續 證券公司市場報總監多少錢呢? 你估計一年 其實人工不太高 譬如說底薪可能是10萬 但每年看公司的花紅 都不低 做這些基本盤 10萬已經不算高了 如果好景的時候 這些可能隨時說20-30萬 可以看你老闆是否喜歡你 其實我覺得錢也不是最誇張 最誇張就是 花紅 人物才厲害 是 有人照顧到你才厲害 你進去當然有老闆看得起你 或者喜歡你 你每年只是分花紅 只給你三個月也夠了 有些可能隨時分花紅 分成半球 然後你做兩三年已經有首期了 在香港永遠都是埋到一堆 都是這樣的 認識到老闆 老闆又喜歡你 他又美女 現在還做馬主 你想想多厲害 馬主真厲害 如果算會員來算會員 會員已經是一個魔力 因為我記得去年 有個5 新聞媒體人 他真的千方百貴想做馬會的member 但他真的不夠推薦人 後來就找到林大輝幫忙 找到林大輝沒問題 林大輝都說 其實我不熟悉他 不過中間人有那個份量 那我就填他 因為你填了他 林大輝就不可以那年再填別人了 因為你要有一個人提名 不是你先申請 再找一個人提名 然後再找兩個人去和意 推薦 總共有三個人 但推薦就不用quota 都有的 都有quota 他要把門檻設定得很高 反而他的年費不是很高 多少錢 做馬主 還是會員 會員 先經過會員這個門檻 然後其次再說馬主 只是這個你都在說十多萬 一年 入會費 不是年費 年費不是很貴的 年費反而不貴 永遠入會費是最貴的 十多萬而已 如果再升那些 一簽也簽十多萬 我曾經試過真的有個 十年前我真的養衰過一次 你因為做會員 養衰一次都可以的 十年來 我很養衰 我一輩子到今天 因為那時候剛剛第一次 我投標中了馬會的一個Tender 在會所那裏 那天還沒開始工作 那我跟同事 走去其中一間 Coffice Shop 吃早餐 等 那我愚蠢蠢 我以為那時候不知道 就走不走進去 而他就讓我進去 他又沒有問清楚 然後到我吃完早餐 賣單 原來不行的 賣單的時候 麻煩你拿了 原來馬會的信 會員號碼 什麼會員號碼 那早餐不是很貴的 還拿好錢出來 那你由吃完才問 他那個經理臉都青蠢 最初那個時應 那個時應是害怕的 你不是Member 臉都青蠢馬上走 然後反過來就有個經理走出來 已經拖著三個大隻佬了 你們真的不是Member 我不是的 我進來 你又 我吃早餐肚餓 我還沒招呼 整群人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糟糕 他問我你有沒有朋友可以幫你賣單 你可不可以去廁所扣喉吐出來 真的不行 糟糕糟糕 然後我弄得很醜 我直接打電話給那個 會員朋友 不是朋友 那個會員朋友 我將會在那裏做事 傳入都會在那裏做事 我問我這邊出事了 什麼事 即是他不會拘捕 不是吧 他立刻從第二層樓走過來 為什麼這麼害怕 吃頓飯 賣不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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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收錢 就走 你不收錢 不是那個經理 那麼簡單 換作是我會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否違規 然後叫那個伙計 阿蔡你先走開 叫低級那個 然後走開之後 怎麼稱呼 江少 江少 我現在就很忙 我一轉身 我會去針茶 我針完茶回來 如果你不在的話 其實也不是什麼出奇 接著就轉身就走 然後就算了 簡單一點 你在那裏 進去吃飯 除了你 當然全部都是會員 你不是叫旁邊那張台 隨便搭託 不好意思 就是這樣 我私底下 給你 給你一封雷士 你幫我買一買 後來那時候 怎麼解決這件事 他說 喂 有沒有辦法 叫你老闆 有沒有朋友 你是真的會員來 搞定他 有的 我兩個老闆都是 打電話給其中一個 喂 夏嘉莉 是呀 江仔 接著你台工程那個 喂 頂你那些餐廳不查身份 搞錯呀 我剩下兩條搶一隻蛋 現在說要我找數 我又說要會員 頂 錢我有啊 我不是會員的那個混蛋 打給夏嘉莉 大班 喂 大班 江仔 對呀 我遲些會加入D100 你可不可以幫我找數 10年後才開始 剛才D100才開始 然後怎樣 我剛才給你一個老闆 那個老闆都是其中一個 上了報紙的 都是那些經文聯絡的 喂 誰 我這裡出事 你叫雞嗎 我最快都會今晚 你坐到今晚了 你坐到今晚了 他一定要現場過來幫你賺一條數 對 一定要現場 後來 喂 掛帳不行嗎 再不行了 什麼都沒有 傻居居不懂 他又怕 現在他整班都呆了 他們都想方法給我 喂 那個朋友也跟我說 有沒有辦法 蓋蓋他 不行了 進飛機 怎麼蓋 很大的 馬會的系統是很嚴謹的 你一定不可以有任何差池 在那個系統裏面 你沒理由會讓你走得掉 有一個人是不會付錢的 進飛機的情況下 然後他說 只能夠可以 唯一可以做 號單 你一定要有一個人先承認 我再打電話給那個第二個老闆 那個第二個老闆 為我在菲律賓嘛 我說我現在這樣 出事 出事 怎樣?在警局 然後我永遠記得 他當時那句話 你這麼聰明 你這樣也能進去 你這樣也能進去 你進去的那時候厲害 然後就 四個字 撲你一街 沒那麼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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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一個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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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說 等我15分鐘 他就馬上駕駛車上來 一上到來當然 有多少錢 120元 就埋了一張單 埋了一張單之後 被他嘲笑了三個月 其實我覺得那群人害怕 是因為他們做錯事 他們應該一開始就問了 你是會員拿那張號碼 最擔心這件事 被人查回上面 為什麼你初初不查 被人過來的 他最大的問題是失職 不是我不給他 我問你怎麼會讓他進來 你不知道他是Member 他們又很難怪的 上到來會所 怎會是不是Member 那他真是愚蠢 我們也試過上去會所開會 我說另一個Club 他一定不會出事 那時候是甚麼呢 上去Mission Hill 即是打Golf 即是深圳打球 你打完球之後坐下吃東西 然後你下單 麻煩乾炒牛河一杯凍奶茶 然後他拿單過來 問你拿了會員號碼 你送一張卡給他 12345 他登記了 簽了個名字 他才去解僱 所以基本上 你進去他不問你會員號碼 但你下單一定要 告訴你的會員號碼 那怎會錯呢 其實你走進去吃早餐 叫個餐單字 下單之後 他要問你拿號碼 他才去做命令 那就一定不會有事 他是大安置 要是之前試過有些 可能好像 那些臭串那些 甚麼 要我給個號碼才吃早餐 沒事吧 我就大班 那他們可能被人投訴 不敢問人拿號碼 但你其實 拿號碼 這個很簡單 其實現在 你很多食肆都是 走進去 下單 你外面吃東西多 一進去桌子 你下單 是拖個QR Code 拖個QR Code 在你的手機選食 接著就傳出去 接著他收到單 就去 所以其實如果你馬會 都是這樣 拖個QR Code 然後就輸入了會員號碼 我是豆爺 我是馬會會員 123457 這樣就傳 然後他確認到 你傳了這個號碼 那你是會員 你是會員的話 又是真的有這個 接著就不是叫東西吃 叫東西吃 叫東西吃之後 就結帳 除非你結帳的時候 為什麼你的信用卡 不是寫豆爺 你的信用卡寫通 即是你不是在這裡 我就問 如果結帳的時候 我付錢 但我有會員號碼 他受不受 還是我不收錢 他一定要收卡 還要是對付 跟你的名字一樣的信用卡 我才肯給你結帳 這樣才算是嚴謹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 他那天也是糟糕的 他都說 因為我記得 我老小時候 就用一些很痞的用語 來對付我的 你這些死卡 我永遠記得了 去學人吃東西 馬會而已 又不是福南門 為什麼這麼害怕 那些人也有數字 又7000又9000 都給你什麼 我想問 入會費十多萬 年費多少錢 年費不是真的很貴 幾千元 應該是幾千元 那馬會有什麼 它有分層 再去到VIP那些 就是說你可以去到 因為你 即是不同餐廳 基本會員 你有分幾種的 第一種你入賭馬場賭馬 第二種就是 你可以去到會所賣賭單 另外第三種就是 真是VIP的 你進去VIP房間 可以不單是賭馬 有人服務你不僅僅 你直接包你一個 如果是沙田銀座做早餐還是什麼 當你是一個酒店式 有沒有女兒 有一定有女兒 那些女兒是否可以坐 如果不是 坐在哪裡 澳門也很厲害 你入鑽石廳有女兒 我試過給別人 真的有很多 很多女兒 沙田有一次 跟我老闆吃飯 我笨笨笨的時候 不知道是千禧年度 你不是去問VIP房間多少錢 我記得那些什麼 下機 不是自人電話年代 有人用很皮視的眼光 看著你 是不行的 不能夠電話的 外面外面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不准你說的 晚上去馬會吃飯 都是自動自覺的 電話響 最好電話不要響 如果你在吃飯那裡 說電話 那經理立刻趕你出去露燈 對 他有權 其實我覺得 昨天也有說 應該都是 遺傳了那種 以前英國殖民地 那班 你知道英國佬的 很紳士的 很紳士的 然後延續到現在 我們很高級的 很高尚的 這個Clubhouse 你在吃飯的地方 大聲說電話 確實不太好 喂 阿波哥 尋阿波 是 誰敢收我 你們過來 誰來 你們過來 我是超哥 麻煩你收錢 我也是馬會會員 超哥解釋一番 吵著我 你真是 但是那時候 譬如說 你 做了一個會員之後 你再做馬主 那時候 就是另一件事 因為他每一年 申請做馬主的人 都會有很多 他說那份 form 是一定 譬如說 可能一年 阿灣批400多隻馬 還要分 你是自購馬 還是非自購馬 原來他說 最少是超過一倍 就是超過一倍 抽籤 800倍 抽籤 就像香氣光一樣 經常抽不到 但是有些馬主 經常抽到 對呀 有時候 試過 不知道 有一個 誰 Alella 經常被他抽到 一抽到 一抽到 他們是登報紙的 郭富城 都不是每次中 但可以先進入多少張紙 如果一個會員 是否可以先進入一張 還是可以進入三張 還有分是公司 譬如說 一個人馬 團體馬 還是合資馬 是有分開的 但是都是要抽的 看看你中不中 你一中了 他說還要中了 你首先要抽中你 抽中完之後 接著真的要講錢 你那隻馬來到之後 還要看你擺什麼馬房 你有沒有人 你養他那一刻 你養他那時候 聽說你馬到了 你還要等他出賽 還是什麼呢 在這裡說 由你等會籍 到你可以享樂 你最快 五年 遲也要十年 那你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隻馬養完之後 還未能出賽 你知道那時候 馬亦都多 賽少了 你們熟悉是不是 一年只有七百多場 好像說現在八十多 現在八百多 八十多人跑 如果你只得那個長數 是不夠覆蓋的那些新的馬 有些馬養了整年 都是放在那裡 都上不了 但是你每個月的開支 是六位數字 每個月 就是養馬費 訓練費 對 訓練費 養馬費 反而那個馬房 不是很貴的 就是那些訓練費 養馬費 例如是 保針是不是臨出賽才打的 保針 還是差不多 如果那隻馬 想鹹濕的就打 那隻馬未淹 就幫他打 又說流過鼻血 又說什麼氣 又說有病 又立刻人道毀滅 那些什麼都沒有 那些錢是誰收的 馬會收還是馬房收的 是馬房的 你跟馬房交付的 就是那些什麼訓練費 你找的 就是馬會 然後沒有錢收 例如高一些馬房的 例如以前那些 有名的 他實際上都不理你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